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农安县调研三农工作情况 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 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坚决扛稳扛劳 党中央赋予我们的时代使命 加快发展现代化大农业 进一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当好国家粮食文产保工压仓石 奋力推动吉林从农业大省 向农业强省迈进 农安县和龙镇陈家殿村党委 曾被评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景却海走进佳河社区服务管理中心 实地了解基层党建 公共服务等工作情况 勉励村党委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更好的团结带领群众 向着共同富裕迈进 景却海与正在休闲散步的农民群众亲切交流 得知如今搬进了楼房 过上了现代化生活 大家感到很幸福 景却海非常高兴 他说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欣系 广大农民群众生产生活 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扎实做好三农工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相信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勤劳奋斗 敢闯敢干 日子一定会越过越红火 在河龙镇红兴村 景却海充分肯定 农村人均环境整治工作取得的成绩 希望坚持不懈建设一居一夜和美乡村 更好满足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今秋时节 丰收在望 一排排玉米迎风而立 掌势喜人 景却海来到黑土粮仓科技会站 万亩核心示范区 与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所科研人员深入交流 仔细询问揭改深藩还田等技术应用情况 要求进一步加强农业产学沿用合作 既要保护好利用好黑土地这一耕地中的大熊猫 又要以现代科技赋能农业生产 切实把藏粮余地藏粮余剂战略落到实处 更好的促进粮食文产增产 景却海走进禅家电村 乡村振兴智能温室 强调要抓好设施农业项目经营管理 不断提高生产效益 进一步带动农民就业促进农民增收 在陈家电村新型农民实训基地 景却海强调要把乡村振兴干部培训 和职业农民培训结合起来 进一步增强干部群众现代农业实践能力 景却海详细了解农业生态观光园运营情况 鼓励陈家电村坚持走一二三产融合发展之路 延长产业链 提升价值链 持续做强做大乡村特色产业 景却海与陈家电村重粮大户 农民代表为座交流 聊生产经营 烙收入变化 谈未来期盼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 景却海指出 习近平总书记对吉林三农工作 十分关心 寄予厚望 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工作做出战略部署 字字句句 语重心长 充满期待 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因因嘱托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促进农业全面升级 农村全面进步 农民全面发展 要坚持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放在首位 大力实施千亿斤粮食产能建设工程 确保粮食产量迈上新台阶 要坚持粮田粮机两种负能 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及配套设施建设 努力研发生产 适应吉林耕作条件的高效农机 实施种业振兴行动 确保农业生产高产高效 要坚持践行大食物观 加快构建梁京寺统筹 农林牧鱼多业并举的产业体系 协同推进农产品初加工和精深加工 切实建成国家的粮仓肉库 百姓的中央厨房 韩福春王子莲参加调研 今天省委书记景俊海在长春会见 中储粮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 邓一五一行 景俊海首先向邓一五一行到访 表示热烈欢迎 向中储粮集团公司 长期以来对吉林振兴发展的关心支持 表示衷心感谢 他说近年来 中储粮集团公司持续深化对极合作 积极扩大在极投资 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 做出了积极贡献 当前我们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 坚持以当好国家粮食 文产保工压仓时为首要担当 全面践行大食物观 着力推进千亿斤粮食 千万头肉牛 五千万生猪等重大项目 努力打造万亿级农产品 及其深加工和食品精加工产业 进一步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 希望中储粮集团公司 持续深化央地共赢合作 持续扩大在极投资 优化项目布局 助力吉林发展粮食生产和加工产业 与我们共同扛稳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重任 邓义武表示 一定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重要指示精神 始终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放在首位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加强在籍投资合作 为吉林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提供有力支持 韩福春参加会见 9月11号至9月13号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 率吉林省党政代表团 到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 考察对口原藏工作 并慰问原藏干部人才 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 和新时代党的智藏方略 坚决扛起对口原藏重大政治责任 在新起点上推动吉林和西藏 对口支援交流合作 迈上新台阶 在吉林西藏工作座谈会上 胡玉婷代表吉林省委省政府 向西藏各族干部群众 在艰苦条件下取得的巨大成就 做出的巨大贡献 致以崇高敬意 对西藏自治区长期以来 给予吉林的大力支持 对吉林原藏干部人才的关心关爱 表示衷心感谢 他说对口支援西藏 支援日喀则 是党中央交给吉林的政治任务 新征程新起点 我们将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智藏方略 落实第三次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会议精神 聚焦西藏所需 满足群众所叛 发挥吉林所长 务实推进原藏工作 拓展双方合作领域 为血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 做出吉林贡献 一要坚决扛起对口原藏 重大政治责任 聚焦四件大事 坚持三个富裕 一个有利于 把改善民生 凝聚人心 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发挥吉林比较优势 开创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 协同发展的对口支援新格局 二要突出抓好民生原藏 提升寿原地各族群众幸福感 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推动美丽乡村建设 改善人居环境 改善基层公共卫生服务水平和医疗机构基础设施条件 加强临床技术支持 支持中小学校基础设施改造 培养本土化师资力量 支持基层党组织建设 夯实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三要创新拓展治理原藏 培养带不走的人才队伍 拓展组团式原藏效能 建立原藏智库 注重打造本地化人才队伍 推动同行业同领域人才交流合作 成果共享 用好现代化信息手段 推动吉林优质资源 向西藏现香基层延伸拓展 四要务实推进产业和就业原藏 助力西藏高质量发展 以就业为导向 在特色产业负民产业上下功夫 增强发展后劲 推动吉林农牧技术与西藏资源相结合 支持吉林制造在西藏拓展应用场景 加快藏品入籍平台建设 加强旅游产业合作 促进双方游客互换协同发展 五要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共同促进民族团结 把助劳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畅想吉藏一家亲主旋律 搭建多层次交往交流交融平台 营造民族融合团结进步的良好氛围 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陈永奇主持座谈会 吉林省副省长李国强 西藏自治区副主席 日喀泽市委书记斯朗尼玛 分别介绍吉林西藏两省区 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并向日喀泽市和定洁县 萨嘎县吉隆县交接原赠资金 学习考察期间 胡玉婷来到吉林省原藏干部公寓 看望慰问第八批原藏干部人才代表 了解工作生活情况 感谢大家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 叮嘱大家保重身体 勉励原藏干部人才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把对口原藏作为对党忠诚的具体体现 以更加坚定的信念 饱满的热情 扎实的作风 投身原藏事业 展示吉林原藏干部的风采 在原藏一线创造无愧于组织 无愧于人民的新业绩 省委省政府将一如既往地关心大家 为大家解决后顾之忧 让大家安心干事创业 在日喀泽市小学 胡玉婷亲切慰问原藏教师 他强调要积极应用先进教学理念方法 用好优质教育资源 梯队市帮助提升对口学科 教学科研能力 胡玉婷详细了解 日喀泽文化创意产业园区 运营情况后指出 要认真总结典型做法 学习先进经验 强化文化旅游产业等领域 合作交流 加快推动双方资源优势 转化为发展优势 吉隆口岸 是中尼边境贸易的重要通道 是中国面向南亚开放的桥头堡 是西藏自治区最大的陆路通商口岸 胡玉婷详细了解口岸贸易 口岸经济合作和通关便利化等情况 他表示 吉隆口岸的经验做法 对于我省扩大对外开放 边境地区发展 值得学习借鉴 在考察宗嘎镇吉隆县 卫生服务中心一级楼项目时 胡玉婷强调 要发挥我省医疗领域学科优势 人才优势 科研优势 持续深化与边远民族地区 在医疗发展 医学教育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努力提供现代化优质的医疗服务 胡玉婷来到桑珠兹区 区美乡卡堆村 藏族群众弥马家里 与一家人亲切拉起家常 说起生活的变化 仔细了解就医 上学 供水等情况 祝福他们生活好上家好 他叮嘱原藏干部用心用情 做好对口支援工作 推动两地各族人民 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代表团分别深入我省对口支援的 吉隆县 定洁县 萨嘎县 看望慰问对口支援干部人才 向大家送去省委省政府的关心问候 实地查看原藏干部工作生活条件 叮嘱大家继续保持好状态 好作风 与当地干部群众想在一起 干在一起 全身心投入对口支援各项工作 努力取得新的更大成效 长春市市长王子莲参加有关活动 明天出版的《局列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 突出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 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13号下午 学思建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活动 即吉林省统一战线实践教育基地揭牌仪式 在松原中车新能源装备产业基地举行 省委常委 统战部部长吴海英参加活动 中车新能源装备产业基地 是我省实施路上风光三峡的重要工程之一 是央地共同推进能源安全 产业安全的合作典范 从项目签约到全面开工仅用100天 从全面开工到产品下限仅用100天 两个100天展现了吉林速度和吉林良好的营商环境 彰显了吉林精神 是吉林省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事件 省委统战部在中车新能源装备产业基地 建立全省统一战线实践教育基地 是持续深化主题教育成果走深走实的具体举措 对于强化全省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引领 巩固团结奋斗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具有重要意义 9月12号 吉林省人社厅联合省委宣传部 省职机关工委 省总工会 在吉林广播电视台举行第一届 吉林好人最美人社服务标兵发布活动 据了解 吉林省人社厅在决省人社系统评选出优质服务窗口30个 优质服务先进个人100名 在此基础上评选出21名吉林好人最美人社服务标兵 活动现场为于宪华等21名吉林好人最美人社服务标兵 12个吉林省人社系统星级优质服务窗口代表 和12名吉林省人社系统优质服务先进个人代表颁奖 将激励绝省人社系统广大干部职工 站稳人民立场 强化为民情怀 提升便民服务能力水平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会一如既往地始终保持高度的任性和经验精神 尽我所能地履行我的职责 我想把这份激励化为我未来工作的动力 在未来的工作中我们将补负年轻人的使命和担当 昨天下午和今天吉林楷模 洛旭东 周昆逊 倪峰 张志钊同志 先进世纪报告会分别在长春市和吉林市举行 两场报告会上 书来是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余莉莉 洛旭东的儿子洛泽阳等六位报告团成员 从不同角度讲述了洛旭东 周昆逊 倪峰 张志钊同志 在抗洪一线的英勇壮举 在本职岗位的优秀业绩和在亲友心中的凡人大爱 与会人员表示四位英雄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 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的赤诚情怀 爱岗奉献勇于担当的高尚情操 不惧生死 向险而行的英雄气概 要像他们那样牢记宗旨 刻尽职守 担当作为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吉林再立新功 用生命守护一方平安的壮举 诠释了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演绎了一群惊天动力的英雄战国 在今后的工作中 我将以他们为榜样 把增进民生福祉 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用实际行动回馈人民群众的期盼 我们要积极学习他们无私奉献 热爱祖国的精神信念 努力搞好科研任务 认真完成学业 为祖国的光学事业贡献出自己的力量 把英雄的故事宣传好 讲解好 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 作为报告团成员 我们要充分展现他们坚定的信念 望我的精神 赤诚的情怀 高尚的情操 更好地以榜样的精神力量 感染激励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作为新时代的革命军人 我们一定会以他们为榜样 在强军事业的征程上 永远做听党指挥 能打胜仗 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 听完报告会 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为四位英雄的光荣事迹震撼着 作为霓峰同志生前的同事 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 我要化悲痛为力量 爱港敬业 攻坚克难 知责 单责 尽责 为吉林市水利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 眼下正是鲜石玉米成熟上市的季节 近年来 吉林省在成功打造 吉林大米品牌经验基础上 全面启动鲜石玉米品牌建设 吉林鲜石玉米已经成为 助推乡村振兴的朝阳产业 在通化县万吨鲜石玉米生产基地 工作人员正忙着 对采收的鲜石玉米进行挑选 清洗 蒸煮和加工 作为当地鲜石玉米深加工的龙头企业 该基地今年种植面积达26000多亩 采取农户加合作社加订单的种植模式 鲜石玉米收获后 农民还可以到鲜石玉米加工企业打工 每月每人保底收入4000元以上 来这来打工的了 一天挣200多块钱 活也不累 今年通化县鲜石玉米种植面积达到10万亩 年产鲜石玉米3亿岁以上 产值5亿元 可直接带动1.5万户种植户实现增收 2023年总的生产量应该在6000万水左右 咱们的产品主要宣望在全国各地 在黎树县黎树镇北夏家村的 鲜石玉米种植基地 玉米植株挺拔整齐 裹碎颗粒饱满 工人们在地里鲜熟的采收装车 合作社理事长邵亮亮告诉记者 今年合作社与省农科院签订了收购协议 约定种植品种质量标准 保底收购价格 让种植户直接参与 直接受益 推动了集中连片种植 鲜石玉米产业 拓宽了当地群众的就业渠道 我们种植鲜石玉米的社园 共有98户 种了60多场地 合作社每年用工2万多人次 都是我们周边的村民 金陵省还依托种植资源优势 先后繁育了吉诺111 黄年枣1号 绿域619等优良品种 截至目前 我省鲜石玉米订单基地面积 超过50万亩 年加工量近20亿岁 产值近40亿元 两年翻了一番 农户每公顷 种植效益增加3000元 9月14号 青冻吉林首届 青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 在长春举行 论坛由吉林省工业和信息话听 吉林省能源局 中国节能协会主办 以清尽所能 探知未来为主题 邀请了来自全国各地 200余位 青能产业专家学者和企业家 共同探索 青能开发利用 新技术新模式 分享青能产业 新机遇新成果 展望青能产业发展 新合作新未来 会上黎树大安等地 围绕青能产业开发 签订合作协议 因为青活性强密度低 它的处运也很困难 那么我们实际上做的就是 如何把青 从一个气态的 微化品能源 转化成一个 长温长压的 液态的非微化品能源 下一步呢 我们想通过本次论坛吧 就达成的这些合作一项 进行密切的跟踪 未来呢 也希望吧 能够把我们的北方青骨 尽量打造的出局规模 近年来 吉林省启动实施 青动吉林行动 先后出台了一系列 支持青能产业发展的 政策措施 强化产业链 供应链 创新链 服务链等有效对接 大力推动 全省青能产业 加快发展 连日来 在央视一套黄金档 腾讯视频热播的电视剧 《复辈的荣耀》 收视一路走高 好评不断 该剧是继 人世间 冰雪尖刀莲等影视爆款后 我省独特影视文化资源 和优美生态资源 吸引全国影视行业 前来取景拍摄的 又一例座 其中部分取景地 在长春 白山 焦河等地 全面展现了 我省的生态保护成果 和生态之美 《复辈的荣耀》 以三道沟林业工人 顾长山一家的 生活经历为主线 带领观众回溯 二十年来 临场普通百姓家庭生活史 用小人物的人生 折射时代变迁 展现他们 在时代浪潮中 积极乐观 勇敢坚毅的优良品质 在剧中 森林美景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而这些展现 生态之美的画面 均在我省拍摄 为了一展原始生态之美 父辈的荣耀主创人员 深入东北林场 进行实景拍摄 进行原始林场的 真实全貌 静乐坛实验林场 白山市仙人谷 焦河市皮河林场 保护完好的森林植被 四季分明的自然风光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静乐高音区拍摄期间 我们围绕剧组 提出的勘景需求 推荐了静乐坛实验林场 三处拍摄地点 随着电视剧的播出 静乐坛国家森林公园 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 展现在广大观众的面前 展示了吉林生态之美 吉林省影视文化资源丰富 品牌优势明显 近年来我省持续推动 文化繁荣发展 影视作品创作生产繁荣发展 影视产业管理水平不断提高 长春市日前制定出台 关于促进影视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 进一步吸引优秀人才 向长春集聚 引导影视产业链上下游 良性对接 促进长春市影视产业 转型升级 优秀的影视资源 也让吉林好戏不断 悬崖之上 狙击手 人世间等多部热播影视剧 将吉林的生态资源 搬上影视屏幕 正在热播的电视剧 《父辈的荣耀》 也将为推动吉林文化产业 高质量发展 推动吉林全面振兴 注入鲜活强劲的精神动力 日前 屠门市墨盘村山城遗址 再添新成果 连日来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人员 陆续对墨盘村山城遗址的中区 北门等区域 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 出土了陶器 铁器等晚期遗物 百余舰 其中在中区 考古队员发现了多组排列有序的筑坑 以及碳化粮食 此处距离东下国关仓遗址不足100米 由此考古队员猜测 此处可能是晾晒粮食的场所 墨盘村山城遗址位于图门市 是202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遗址共包含早晚两季遗存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连续11年 对墨盘村山城遗址进行主动性考古发掘 累计发掘面积近8500平方米 出土各类遗物6000多届 今天全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 校园组中学乒乓球项目预赛在长春市举行 来自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76名领队教练员 260名运动员参加预赛 比赛时间为9月14号至18号 比赛设男女团体 男女单打 男女双打 混合双打7个项目 各单项捐取前16名进入决赛 决赛将于11月份在广西举行 眼下走进松原市前锅灌区 无垠的稻田泛着微黄 茁壮的稻苗 长势喜人 稻穗随风摇曳 稻香四溢 节目最后共同来欣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